繼續來自大拿町的消息 最近美鳳一直都沒來 也因為缺水沒救得得得順目計劃 變得比較堪惡 在輸孫子的三龍比九年減了一半 孫龍是苦不堪堅 農民用紅色水湯來蓋水高水 光來到電腦裡面厚水 只是因為美鳳幾次也沒救 水量沒多 自己大拿的孫子三龍減一半 因為很久沒下雨的 現在很缺水 灌溉的水路沒水 農民很優心 跟上天氣熱又缺水 不像滴水的頭部和金部 都木質化 缺水的時候我們的蘇筍 它的根部 它的頭的地方都木質化 所以產量跟去年差很多 當年是嘉義關 姓山滴水的鄉頂 今年因為缺水 三龍減一不少 不過農民也歡迎 灌溉的白水路 凝固失修也是一大問題 水口是照顱的 到我的時間的時候 我就去把米鳳用掉 給它流來我的餐 但是因為我們的 灌溉鉤取很多都損壞了 它在流的過程中 假設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流到我田裡的時候 剩下30分鐘了 所以就會為了這個時間 就會爭吵 你的蒸有高蛋白 低脂肪的特性 是夏天常常看的食材 今年四人三龍酒 也是高雷民眾多多拼凶 口感很像水梨 然後它沒有脂肪 然後纖維質又高 所以對我們現代人養蒸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把它弄成簡單的沙拉 來做品嘗也很受歡迎 所以像這樣子好的產品 那因為現在缺水的關係 產量減少 這比較可惜 然後農民真的也很辛苦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幫這些 農特產品做推廣 該關東會總幹事 王金如高等關心 今年是哪個狀況 當時孫官都向水里會歡迎 灌溉水流的解散問題 三心口條向東南電採訪報道